在猫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十举九胖 还有一只压塌炕 那咱们的花生同学呢 除了超能干饭外 还有三个隐藏的技能 从村里大妈家引进的外园 果然有两把刷子 呃不 三把刷子 首先就是胆子超大 要知道花生同学没有来之前 咱们正式的猫园有五只 这五只可是有血缘关系的五只猫 当时还想如果小猫被排击怎么办 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在意 这些猫有没有血缘关系 天生的自来鼠 换了个新环境 就是满地打滚 而且这个打滚的天赋 一直被花生同学保留了下来 咱们带着花生同学外出去逛菜园 踏青 去到陌生的地方 他就打滚 感觉是放飞自我了 其次 这猫竟然会自己开窗户 用头顶门的猫咱们见过 但第一次见会自己开窗户的猫 至今我都不太明白 他是怎么知道用爪子能把窗户拿回开的 第三就是会叫门 饿了的时间通常不会喵喵叫 而是脑门 告诉人自己要出去干饭 这脑门的声音就和手指甲划黑板的声音差不多 让你一分钟都忍受不了 你不开 他就一直脑 直到你开的位置